好,今天我们会 结束掉第九章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我们就讨论2019 那下个礼拜的话 我们可能讨论science OK,大概那个planning是这样 这个礼拜我们可以 刚好可以结束掉第九章 下个礼拜的话 我们就专注复习 OK,没问题的话 那我们可以开始了 OK,先讲笔记的部分 先把笔记的部分填空 填空的部分填好它 所以聚集在一个物体上 静止的状态的电荷 我们叫做静电 那我们起电的话 要可以产生静电的话 我们用的是摩擦起电 就是通过摩擦 使一个东西带电 那为什么会带电呢 我们就要讲到这个粒子的结构了 我们的粒子的结构呢 分成里面的这个原子核 还有外面的这个电子 外面的电子呢 带附电荷的 那里面的电子呢 其实是有 里面的这个原子核里面 其实是有一个是不带电的种子 还有一个是带正电荷的质质 OK 所以主要分成这几个部分的名字 你要记起来 然后呢 用丝绸磨擦的玻璃棒呢 玻璃棒会带正电荷 这个要背起来的 要背起来的 然后玻璃棒呢 为什么会带正电荷呢 是因为它失去电子 毛皮摩擦橡胶棒呢 橡胶棒会带负电荷 为什么呢 这个负电荷 这个橡胶棒呢 是获得了电子 所以你会看到呢 只有电子是 电子 失去或者获得 这个质质呢 好像不贵的 为什么 因为它在正中央 它没有办法移动的 它已经被绑死了 只有这个电子可以走掉 或者又回来 这样子 OK 那这个自然接中呢 只有两种电荷 一个是正电荷 一个是负电荷 没有更多的 然后这个是 他们通过经验 把所有的带电的东西 用这个橡胶棒 跟玻璃棒 进行检验 它就是用橡胶棒 跟玻璃棒呢 来一个一个 test 这个吸引 另外一个就会排测 那它就归类成两组 归类成两组 所以这个世界上 只有正电荷和负电荷 同种电荷会互相排测 一种电荷会互相吸引 OK 然后互相 但是如果你倒转的话 就不未必了 互相排测 就一定是同种电荷 互相吸引 除了是一种电荷以外 它还有可能是 一个带电 一个不带电 所以这个逻辑上呢 它其实是不是对等的 所以你掉转的话呢 它未必是完全的一样的 所以一种电荷会互相吸引 互相吸引是不是一种 一定是一种电荷 未必 OK 它可能是 它可能是一个带电 一个不带电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OK 摩擦后呢 带正电荷的物体呢 是因为它的束缚电子的能力会比较弱 OK 束缚电子能力比较弱 而带负电荷是因为它束缚电子能力比较强 那我们静电上呢 有一些利用 也有一些防范 所以利用的有包括了什么静电空气净化 什么静电喷气 然后撒农药等等的 那防范的话呢 主要是因为这句话要背起来 这句话背起来 主要是要避免电荷点燃燃油蒸气 发生爆炸 OK 所以这个是加油站里面呢 因为那个我们的那个汽油啊 主要是很容易挥发的一些 可燃性的这个液体 所以呢 它蒸发了之后呢 其实整个加油站呢 你一开门下去 其实你都会有嗅到那个 那股味道的 那个就是因为呢 这个整个加油站 其实是充满了这些燃油蒸气的 OK 那马来西亚就比较少说 发生了在加油站呢 有一些火灾啊 其实也是有 不过就比较少是因为静电 比较常发生的是讲手机 因为手机也是另外一个 会造成点燃燃油蒸气的一个东西 OK 防静电的手腕 这个是那个电子产品啦 如果你是一些要烧汗的那些 人员啊 那你要带这个防静电的这个电 手腕 网带 飞机的这个轮台也是会有导电的啦 主要是因为怕这个 它在云层中的飞行呢 会带了很多的静电 如果到地面的时候啊 还没有把这个静电给去掉 有人靠近它 可能这个人就会被刺到 甚至会死亡啊 等等的一些问题 油网车也是怕有静电的之后呢 也是一样怕点燃了就蒸气了啊 所以呢要要要要一直的把它啊 有一个拖地带啊 让这个静电的带到这个地上 壁雷针啊 也是一样这个云层那边的静电啊 释放的时候呢 就会打到那些高处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没有壁雷针 你打到你的这个建筑物 你可能那个打到的那个位置啊 那个砖头可能破落了 等等的一些问题 所以你装了壁雷针 你的这个壁雷针呢 有一条金属导线直接连去地上 所以它不会通过你的这个建筑物 所以你的建筑物的这个建筑的那个物身呢 都不会有任何的伤害 所以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还有这个燃电器啊 我们好像没有怎样提到 其实这个燃电器在旧课本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啊 所以这个我也稍微的要告诉你们一下 它的其实它整个操作呢 是有一些怎样的区分 或者甚至有时候啦 会叫你讲解释为什么它会 它会这个金破会翘起来 等等的一些情况 OK 所以首先燃电器呢 它的这个名称呢 它上面有一个叫做灌片 灌就是帽子的意思啊 金属灌片 下面呢就会有金破 很轻的 很薄薄一片啊 所以它可以飘起来 金破 感应起电跟接触起电的差别在哪里呢 感应起电它就是靠近它没有碰触 没有触碰的 然后接触起电呢 是碰到以后 所以如果我感应起电我只是靠近它 它是会翘起来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把这个负电盒 下面的负电盒给吸引上来 因为正负 正负会吸引嘛 然后如果是负电盒靠近它呢 它就会把这个上面的电子呢 给推下去 因为同级相侧 所以它的原理是很像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接触它 你只是靠近它 它飘起来了之后 你马上离开 离开之后呢 它是会合拢的 但是如果你接触的话呢 你接触到它 它整个正电盒呢 也会带过来 然后算是平均分配 平均分布 原本这里可能带了8 1 2 3 4 我看一下 可能这里带了16粒电子 16个正的 然后碰了之后呢 可能这里带4个 这里带8个这样子 所以离开后呢 它还是会张开的 负电盒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一触碰之后呢 它就会平均的分布 离开后呢 它就会张开 所以烟电器 它能不能够看 它是正电盒 还是负电盒 你会看到正电盒 靠近也是一样张开 负电盒靠近 好像也是一样张开 对吧 所以其实它没有办法 判断它正负电盒 但是如果 它之前 已经带了正电盒 那你就可以判断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它原本带了正电盒的话 OK 正电盒靠近 它就会长得更开 如果它原本带了正电盒 负电盒靠近 它就会关起来 或者是角度比较小一点 会不会合起来呢 就要看它的这个电盒 足不足够让它可以 抵消掉 抵消到完 所以这个也要看 不过是会稍微合拢 肯定的是会稍微合拢 如果是原本是负电盒 你正电盒靠近 它会合拢 负电盒靠近 它就会长得更开 所以整个 整个来讲呢 你就会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要判断 用验电器来判断 是正电盒还是负电盒 我就要在之前呢 就已经给它一个电盒 然后正电盒靠近 它会长得更开 负电盒靠近 它就会合拢 或者你放负电盒的话 正电盒靠近 它会合拢 负电盒靠近 它会长得更开 OK 所以这种提醒 我不知道会不会出现 不过这个是 以前来讲呢 我们是蛮注重的 OK 选择题可能会出现 所以这个也稍微提起来一下 OK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作业题 叫人回答啦 OK 第一题 石婉权 请问Carmen 是谁啊 在确认写下你的名字一下 可能我有新同学来 我 刚刚加进来 报名啊 我不知道 在确认写下 你 黄加文 刚刚报名的是 哪一班呢 有报名啊 应该是报名了啦 我没有记录到了 可能 OK OK 谢谢 OK 此晚全 出二性的 是 OK 此晚全来看一下这里 也是 不过你的 不过你的 是五 OK 此晚全 回答这一题啊 加列核者的叙述是不正确的 电荷只有两种 同种电荷会互相排测 一种电荷会互相吸引 物体不是带正电荷 就一定是带负电荷 电荷只有两种是对的 正电荷和负电荷 反而 DONKEY的这个讲法 其实是不太正确的 我们的电 物体的不是带正电 就是带负电 可以不带电吗 可以不带电 OK 所以DONKEY的是错在 它可以不带电 OK 写一下不带电 OK 然后这句还可以 当机了 OK 好 第二题 完全 我上面有点 滑饼 滑饼 加配 配家同学在实验室中 将两个不带电的物体 P跟Q 摩擦后 下列哪种情况 是可能发生的 P和Q带同种的电荷 P与Q 同时失去等量的电子 C 的是 P带正电 Q失去电子 D D是 P带负电 Q 失去电子 A 我们P跟Q 摩擦的话呢 一定是 一个电子 是失去了 另外一个电子 就是获得 因为就是 电子转移 我们讲 电子转移 就是一定是 从 P去Q 或者是Q去P 两种情况 所以要么 就是P带正电 Q带负电 或者是倒转 一定是带 一个正 一个负 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带同种电荷 就是两个带正 或者两个带负 这个是不可能的 B的话 两个都失去等量的电子 失去等量的电子 就是两个带正电 也不可能 失去电子 那个电子跑去哪里 又不是我拿 又不是你拿 谁拿 Najib拿掉了 不可能 C P带正电 Q失去电子 失去电子 就是带正电 所以这个也是 一样的意思 P带负电 Q失去电子 Q失去电子 就是带正电 所以一个带负电荷 一个带正电荷 这个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概念 就是你要 一个一个去分析 我们摩擦后 摩擦后 有几种情形 一个就是 P带正电 Q带负电 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Q带负电 P带负电 Q带正电 反正就是 两个大转 还有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两个都不带电 就是可能两个的 束缚电子能力一样 所以摩擦后 也是两个都不带电 这个也是有可能 OK 所以比如说 玻璃跟玻璃膜 就没有 两个都不带电 OK 所以是有三种情况的 OK 第三题 这个好像全军覆没这样子 每一题都错 只称 更只称 物理的话 其实它的东西不难 但是你要理解 所以 它东西其实很少不了 就是那几个 要背的东西不多 但是要理解的东西就比较多 来看一下 哪一个是 你要看清楚 毛皮摩擦 像塑料 橡胶棒 橡胶棒会带正电还是负电 这个我有叫你背起来的 OK 毛皮摩擦 橡胶棒 橡胶棒带负电 所以电子转移来讲 正电转移是肯定错了 B跟D不用看的 正电盒是不可以动的 所以B跟D直接错 但是你选C就是代表 C说橡胶棒会失去电子 失去电子就要带正电 所以我们知道 毛皮摩擦橡胶棒 橡胶棒应该是带负电的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A 难哦 不简单了 要背起来 这个要背起来的 没有办法了 所以你看到物理哦 明明很少东西吧 你看我的笔记 两面啊 两面 两面高低 很少吧 很少东西吧 但是 每一题你看 到现在 没有一个人做对 第四题 邓医生 毛皮摩擦 塑胶 塑料尺 塑料尺跟橡胶棒 应该是一样的东西 类似的 当他一样 因为物理老师 华文不好 乱乱用了 橡胶棒带负电 OK 这个他告诉你要带负电 盒者是不正确的 摩擦的功能 是使直指转移 毛皮失去电子 所以这个塑胶棒呢 就会捕获电子 摩擦过后的毛皮 可吸引附电盒 的物体 然后东西是毛皮 两个都可以吸引纸片 他要找不正确的 因为两个摩擦后呢 塑料棒带附电盒 这样毛皮呢 就会带正电盒 只要你有带电 你就可以吸引一些小纸片 就为什么小纸片 小纸片其实是不带电的 但是他很轻 不带电的东西很轻 你就可以吸起来 吸引一下 吸的话呢 是摩擦后 的毛皮是可以 因为塑料棒带附电盒 毛皮带正电盒 正电盒就可以吸引附电盒 所以应该是对的 不正确的 你只要看到直指转移 你就直接可以跳起来了 直指转移是不可能 我们转移是转移电子的嘛 A啊 你猜了两次都错 等于是 A 摩擦是使它电子转移 不是直指转移 直指Lock在最中间 动不到的 可以吗 OK 第五题 鲁一文 物体经过摩擦后 带有正电的原因是 它带正电是因为它失去电子 为什么它会失去电子呢 因为它束缚电子能力位比较弱 啊 终于有一位 咋打对了 OK 恭喜你 谢谢 华恩 第六题 毛皮摩擦塑料棒 和丝绸摩擦玻璃棒 丝绢 丝绢就丝绢的 下列哪一个是正确的 摩擦生日而产生吸引力 毛皮丝绢都带了付电 这四种物体皆可吸引不带电的小纸片 塑料棒和玻璃棒呢 是会互相盘测的 鼻 OK 这个你要记起来的 反正其实你不用理它谁摩擦谁 你只要想到 塑料棒呢 这是带付电的 玻璃棒呢 应该就带正电的 这样子记了之后呢 这样丝绢摩擦玻璃棒丝绢应该带付电 毛皮的话 跟它摩擦 这样毛皮就会带正电 所以毛皮跟诗卷都带付电 错咯 毛皮应该带正电 明白吗 但是是不是四个都可以吸引小纸片呢 因为四个都带电呢 所以四个都会吸引小纸片是对的 所以答案应该是C 明白 再看看啊 加文来看一下 第七题 下列何者不是日常生活中静电的现象 这个就看你有没有 感觉到哪一个情形跟静电没有关系 OK A 我们去超市的时候手推车 你一碰手推车 你会有出电的感觉 是因为爱情吗 还是静电啊 B 冬天的时候穿毛衣呢 会有出电的感觉 又有click plug这样子的声音 啊 啊 吸管的 塑 塑料包 吸管的塑料包 会粘住你的手指 然后 呃 手部 潮湿 而出电 这个应该是摸开关的时候出电吧 所以哪一个应该跟静电是没有关系的 加文 Carmen C 啊 塑料包这个不是 吸管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讲习惯塑料包 啊 那个纸袋哦 就是包装水 包装水 那个 那个 包装水 包装水 旁边有一个 Straw嘛 Straw就有 Plastic bag嘛 Plastic bag 拉开了之后 它会粘着你的手 欸 通常塑料啊 啊 呃 这些材料呢 就比较容易带静电的 然后它一带静电的时候呢 它就会吸引 呃 吸引东西 那吸引不带电的东西 所以它会粘着你的手 哦 所以呃 这个其实也是算静电的一个情况 但是如果你手不潮湿的话 你会发现到水分其实会把你的静电给带走 这样这个时候 为什么你的手潮湿还会进 会有出电呢 因为你去摸开关 开关的电呢 就不是属于静电了 因为这个是流动的这个电 OK 当然这个你还没有上啊 你们下几 呃 下两三 呃 下两三堂课呢 就开始上这个电了 呃 这个电呢 就不是静电了 是可以流动的电 OK 所以Donkey的这个不是属于静电 不是属于静电 然后聚起来 第八题 林俊蒙 将带电的塑料尺靠近不带电的金属 这个金属内呢 啊就会有正电盒跟负电盒分离啊 主要原因是 静电会移动 不是很正确啦 不是很正确 静电因为也不是所有的静电会移动 其实真正移动的是什么 电子 电子 所以 这个会比较正确 啊 因为金属内的电子是可以自由移动的 所以你的塑料尺 呃 应该是带负电啦 所以 出绕子 靠近他 那 他的这个 呃 被靠近的部分的这个电子呢 就移去对面 因为被排斥了 啊 呃 也就是说像那个烟电器这样子的一个原理啦 你靠近的时候我们叫感应起电啊 你一靠近他 他的电子移动去另外一端 呃 但是直指不可以移动的啊 所以西是说的 然后 电子并没有转移 因为你还没有触碰到 啊 你还没有触碰到 他只是用靠近而已 啊 靠近的就不是转移 触碰的才是转移啊 OK 所以这题答应应该是B A 是不太正确的啊 不能加静电 因为静电只有正电盒跟负电盒 正电盒又不会动 就是 啊 真正动的那个是电子了 啊 好吧 全军覆没好像只有一位队 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霸题里面 霸题里面 你们同学只有一体队了 啊 啊 加油 OK 那我们看一下是非题了 啊 是非题 摩擦起电呢 说明了电盒被创造 这个错的 我们只能电子呢 是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外一个物体上 啊 所以他的电盒是不是说被创造 而是从 转移造成的 OK 所以这个是错的啦 两个物体呢 互相吸引了 证明了一个带正电 一个带负电 啊 这个也是不对的哦 因为你倒转的 他的顺序 你如果你讲说 哦 这个物体呢 这个物体呢 是一个带正电 一个带负电 所以他吸引 这个对 但是如果你讲 这两个物体吸引 所以一个带正电 一个带负电 是错的 为什么错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一个带电 一个不带电 啊 这个物理啊 很麻烦 他其实就是考你的逻辑 啊 思考 对不对 OK 第三题 摩擦后带负电的物体呢 是因为他的束缚电子能力比较强 啊 对 这个对 这个讲法是对的 OK 下雷雨的时候呢 你手握避雷针 在空地中 即行 能够防止被雷击中 啊 这不是很合理啊 你带 你看啊 我们的避雷针 之所以可以避雷 是因为那个避雷针 他的 他会连去地 通常你连去地 你又不能再移动了嘛 对不对 啊 你连去 你又连去地 你又再跑 那你这个电线就被扯断了 啊 所以如果你带 带的只是那根针 你没有接地的话 你只会引那个雷 打中那个针 那个针 下面没有接地 他只有通过哪里 通过你的身体 啊 就变成更死啦 啊 就会 他因为他避雷针是 因为他够高嘛 啊 其实我们雷哦 是这样子多 他会打的时候呢 他就会打最高的 因为最高的话呢 他就最容易的去 去到地 啊 所以如果你这么高 啊 你拿着避雷针 还要往上举 啊 你最高啦 啊 他就打你了 打你的时候 如果你的避雷针 又没有接地哦 是通过哪里接地 通过你的手接地 这样你的电流 就会通过你的身体了 OK 所以这个是更惨的 啊 你不举 你不握还好 你握的话呢 就引那个雷来 劈你 OK 所以这个是错的 啊 四个里面 只有一个对 啊 我们再看一下填充体 啊 填充体 用摩擦的方法 使物体带电 我们叫做摩擦起电 啊 不流动的电荷呢 我们就叫做静电的 OK 所以 它可以是正电荷 可以是负电荷 所以如果你讲 静电可以流动 静电可以移动 是可以移动啦 但是我们通常不讲 它静电移动 因为移动的是那个电子 啊 造成那个静电 好像是有改变 啊 OK 所以这个概念要注意一下 第三题 一个物体带正电 呃 是因为它的直指的数量 比它的电子的数量 来得多 啊 因为直指带正电吗 啊 电子带负电吗 啊 所以如果两个数目相同 这样它就不 整体就不带电 如果电子比较多 这样它整体就 好像是 带 负电的情形 直指比较多 就带正电 OK 所以这三种情况 呃 如果我们看例子的 呃 里面的例子啊 每一个例子里面 它里面有什么东西的话 直指是带正电的 中指是不带电的 呃 电子是带负电的 OK 所以这个也是 很简单吧 然后就稍微记起来一下 词典我们会再重复这个东西 啊 不过我们先记起来 好 做答题 啊 做答题 我们看一下啊 我是希望不会出现这类似的这个问题了 因为解释的话呢 你解释会比较辛苦一点 OK 小明的同学呢 在某一次的实验的时候呢 他用一个带电的金属棒 靠近一个吸破纸包住的这个乒乓球 这个说明了他很 他很轻 他很轻 然后乒乓球呢 会被吸引 然后接触后呢 他又会被排斥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原本带 呃 金属棒带电 然后他就会吸引不带电的乒乓球 一乒乓球一接触到他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电荷就会转移到 呃 细破纸上面 来 电破 这个时候我们用电荷转移就 就可以啊 因为 虽然我们讲整个其实是电子 是 自由电子转移 但是整体的那个宏观来讲 他感觉上好像这个电荷转移到 对方上面 啊 所以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然后使到这两个 一个那个小球跟这个金属棒呢 就带了同种电荷了 对不对 啊 同种电荷的时候他就会被 呃 被排斥 OK 所以整体来讲这个其实也是很 很特殊的一个情况 原本吸引碰到了之后又排斥 啊 OK 这个就是 呃 他们当然那个物理啊 他们物理学会啊 那些啊 他们会有经常做这样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呃 实验 他一个是带正电的 一个是带负电的 然后中间是又放着一个乒乓球 而你会看到这个乒乓球 就会左右左右弹动 因为他碰到这里的时候 他带负电 哦 排斥 排斥 排斥的时候 他就跟正电负引 吸引 他就会吸引去对面 吸引到对面的时候 他就会啊 又进行电荷的一个转移 然后又现在呢 这个小球又带正电 啊 所以他有两片板 啊 他们通常用两片板 然后用 呃 用电的方式 使他左边带负电 啊 右边一直带正电 然后呢 中间的小球就会一直来 来回来回 啊 这个也是一个相当出名的一个实验来的 好 第二题 哈哈 学家自己研究 干嘛要考你们 哈哈 啊 中学基本上是一个啊 你不知道你 对什么东西是有才能的 所以变成了我们就会通 而且啦 这些 这些知识呢 其实呃 呃 很像说你讲没有用 啊 老师 我很多东西 中学的东西 好像也没有用 不过如果你讲说 这个静电会造成你打油 的时候 啊 发生火灾 这样你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懂啊 啊 有一天你驾车 你要知道 我的 我穿着外套 不可以乱乱脱 然后你打油之前 你就会啊 碰 哎打油油站那边就有一个 呃 金属的一个墙壁 这样子啊 啊 是让你呃 呃 触碰它 释放你的那个静电 然后你才去打油 啊 当然马来西亚没有这个问题啦 因为马来西亚的这个呃 啊天气是会比较潮湿一点 所以我们的身体呢 那个静电呢 通常只会在冷气房才会出现 啊 所以是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呃 当然你要懂 不然的话你就很像一个白痴的 啊 一定要打电话 打油的时候 一定要打电话 啊 你就准备死了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比较general的一些 knowledge 啊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用到 啊 所以 OK 我只能这样子解释 啊 第二题我来看一下 如图所示 一根 被呃 丝绸摩擦过的这个玻璃棒 啊 带针电啊 注意 靠近A和B 一个被吸引 一个是被排斥 请问A和B 各带哪一种电荷 呃 他有没有讲这个A一定带 A和B都一定带电呢 好像 好像没有啊 但是他的后面的这个问题 试问A和B各带哪一种电荷 这个有点陷阱 所以正确来讲 其实呢 呃 排测的话 你就肯定的是 呃 他一定带同种电荷 所以他才会排测 所以玻璃棒带针电荷 B就一定是带针电荷 OK 但是A的话呢 有两种可能 一个可能是 他带负电荷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 他不带电 OK 啊 所以你要 这个题啊 我觉得很好 应该会考 应该会考 so 他 你要解释 丝绸摩擦后的玻璃棒 玻璃棒是带针电的 这个会有一分 过后呢 你就要判断A啦 你要判断A的时候呢 你就要讲到 他可能是带负电 他可能是不带电 你如果猜少了不带电 他可能就会扣你一分 OK B的话呢 他就肯定了 哇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肯定了 我们科学上很少数 可以用肯定的 这个是可以放肯定 肯定带针电 OK 有没有问题 好 再来看一下第三的 第三题 小慧同学呢 他上课的时候 他的老师就有讲到 其实我们的复印机呢 也是利用了静电的 当然这个是 他的原理 原理 简单的原理来讲呢 他就讲说 他模拟那个原理 就你拿了一个塑料棒 你再用丝绸磨擦整个板 然后再用手指去写字 写了之后呢 他就会平放在这个干木屑 干木屑上 然后再拿起来 所以你会看到 那个字就显现出来 你手写过的部分呢 这个木屑就会脱落了 所以整个原理是这样子的啦 然后他就问你 每一个步骤 步骤A的用意是什么 你用丝绸去mark它 你主要是让它 整个塑料板太静电 OK 用手指去写呢 你用手指去触碰它的话呢 你就会综合那个部分的电荷 所以我们讲用手指去触碰它的话 那个触碰的部分的电荷呢 就会被综合 被综合 再来你放在木屑上呢 你就会发现到 带静电的就会吸引木屑 被综合了的就没有带 就不会吸引木屑 所以上面呢 就会有显现的那个资金啦 OK 所以整个原理 我们的静电 我们的这个复印机 其实用了类似的 类似的一个方式啦 不过过后这个被吸引到的 那个墨粉呢 它们是叫墨粉 被吸引了之后 它用一种方式呢 去把它压实 OK 所以你会看到 你需要倒墨粉进去 然后你会发现到 那个纸是热热的 因为它主要 它不怎样加热它 它就让它再进电 然后吸引了这个墨粉 这个很多复印机 都是用这样子一个原理 好 第四题 第四题很短啦 它就讲电视剧里面 看到雷雨交加的时候 男女主角 在大树下躲雨 好像很浪漫这样子 但是其实是很危险的 它会有怎样的危险 它会就是这个雷雨 如果雷电 劈到那棵树 那棵树就会倒下 压到它们两棵 一点都不浪漫 科学家每次都一点都不浪漫 一直在想 哇你这样子都很危险 所以如果雷雨交加的时候 永远相反 活埋在树下 雷雨交加的时候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怎样 赶快 赶快跑去室内 因为我们的建筑物会有 通常如果这个建筑物很高的话 它就会有壁雷震 所以安全 如果这个建筑物不高的话 它壁也是壁这个建筑物 所以你的人还是没有事情的 OK 所以快点乌低声 然后跑去室内 这个才是 虽然很狼狈 不过这个才是正确的错法 毁掉了整个浪漫的情景 不好意思 OK好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历届题 OK 又在叫人 希望大家经过这次 这个讲解过后会 答得比较好 接下来有14题 我们来看一下 到谁 林俊梦答了 李嘉玄 一个带正电的玻璃棒 靠近一个已经带了正电的 烟电器 所以这个金珠 金珠会怎样 这个我刚才有解释 整个课本没有解释到的 所以 我刚才笔记那个部分已经讲了 它原本带正电 你用一个正电盒靠近它 会 下转 会怎样 会更加张开 yes very good 所以这个1985年的题目 我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超来用 不过我是觉得 根据 课程 理论上来讲 是可以啦 因为 还在这个整个的范围以内 第二题 林以生 绝缘体在普通的电路中不容易导电 这个是因为 这个是这张吗 导电好像 不过好像是初一已经上过了 我们来打一下 林以生 B 应该是B比较恰当一点 你不可以讲它没有电子 它只是没有自由移动的电子 所以就是 它有电子 只是它电子被绑得很紧 所以那个电子没有办法移动出来 这个每一个物体呢 都一定会有电子的 所以C的讲法 很多学生会全C 但是C不是不太对 我们只能讲说 它没有自由移动的电子 你可以讲没有 你可以讲很少 所以C跟D都错啊 你不可以讲它没有电子 有大量的自由电子 这个就会变成导体了 B才是 这一题 谢谢 进入家境了 大家 来看一下 Rachel 第三题 某同学 她手握正电的金属棒的绝缘柄 OK 所以她有一个绝缘柄 让她那个电 金属棒的电 是保持在里面 不是传到你的身体 这么突然的吗 有很突然吗 我顺着问 OK 所以她是带正电的金属棒 靠近一个不带电的烟电器 靠近啊 现在是 靠近罢了 接着用手触碰 金属关后 然后移开 这个最后呢 这个最后呢 移开 它的金属棒 烟电器的变化是如何 不带变吧 主要她多了 这个动作 用手指触碰金属 关片 我们来看一下 笔记的部分 看不懂 我们来看一下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它用正电盒 带正电的这个金属棒 靠近它 所以这个时候 灌片带负电盒的 下面是带正电盒 上面是带负电盒 这个时候 如果你去触碰这个金属关片的话 金属关片这一边的负电盒 就会被综合掉 主要为什么 因为你的身体可以 可以导电嘛 所以你的身体的 就会把这些电盒呢 给传导去 去地上 我们讲 去地上 OK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 即使你没有触碰到 但是因为你靠近它了之后 你的手去触碰 这个关片 移开的话 因为负电盒被综合了 所以整个是带正电盒的 这样子理解啊 这题会比较难 不过很多老师很喜欢抄这题来考学生 所以整个 燃电器呢 是带正电的 OK 可以理解啊 OK 好 我们看一下第四题 一个物体呢 带正电是因为这个物体怎样 这个是很容易的 这个是很基础的一个概念 陈玉君 带正电 是因为 不存在电子 体内不存在电子 下当吗 它只是失去了 一部分的电子 它其实还是有电子在里面的 他只是失去了 一部分的电子 他也没有失去完 他通常也是失去两三粒 他就带了一个 带了 就带正电了 OK 所以 只有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失去了一部分的电子 另外一个就是本身有太多的电子 就是另外的 额外的获得了电子 所以当B的情况是带负电 A的情况就带正电 OK B的情况是错误的 因为不可能发生 不可能失去之子 也不可以讲它不存在 体内不存在电子 这个是不太正确的一个讲法 OK 第五题 你们应该上完了 那时候应该学校应该老师应该上完的这些课程 啊 佳琪 A 哇 这么快 我们来看一下 哪一个不可能发生 如果两个P跟Q互相摩擦的话 哪一个是不可能发生的 两个都保持中心可能吗 可能哦 为什么 我刚才讲了吗 如果两个的束缚电子能力一样的话 你摩擦过后 它还是一样保持中心的 OK 但是不可能发生的 反而是两个同时失去等量的电子 这个不太可能 因为要 要嘛就是这个 失去这个获得 要嘛就是倒转 要嘛就是两个都是中心 OK 一个带正电盒 一个是带等量的负电盒 可能 这个带负电盒 这个带等量的正电盒 也可能 所以B 是唯一一个不可能 哦 你看成可能 你看成可能应该是ACD 所以你为什么选项你读完它 你就会发现 好像不太对 对吗 这么是三个可能 一个不可能 对 你的题目 为什么我讲 每次跟学生讲 选项全部看完它 你会看到一个就很开心 要去圈 你看完它 你会发现到 好像我看错题目还是什么 注意啊 当然现在不是考试的 可能有很多被distraction啊 影响啊等等的 不过考试的时候看好来啊 OK 第六题 张用心 下列有关摩擦 升电的叙述 哪一 哪像是正确的 只有电子 从一个物体 转移到另外一个物体上 只有正电盒 会转移到另外一个物体上 电子和正电盒 向往反方向的 方向转移到物体上 或者是同时的 转移到第三个物体上 上用心 这个应该是很 basic的一个概念 上用心在吗 第六题 没有归我 没有归我 要换人了 第六题 回答 摩擦 升电的叙述 哪一项是正确的 A是只有电子 从一个物体 转到另外一个物体 Y是只有正电盒 会从一个物体 转到另外一个物体 C是电子和正电盒 往相反的方向转移 然后 D是电子和正电盒 往第三个物体 转移 如果还要想这样久 就证明了 A是正确 这个应该是很 很有信心的 为什么还要加问号 只有电子可以转移 正电盒就是直指 直指是没有办法移动的 可以啊 根深低谷进去你的脑袋 OK 第七题 第七题 菌糖 用毛皮摩擦后的塑料棒是带复电的 这个是因为什么 毛皮上的电子转到了塑料棒上 对了 产生电子不可能被产生 子子不可能转移 然后原本都带附件 这个不太对了 应该是摩擦过后才会带的 答案是比很好 快很准 第八题 沈卫庭 下列哪一个电器是利用静电的原理 保温箱 我们有上到保温箱吗 保温箱是它是利用那个双金属片 让它一直加热那个气体 加热到温度 到了它要的温度之后 它就断电 这个叫保温箱 可能有些情况是用双金属片 有些情况它是用温度计 作为它的导 导线这样子 不是 静电的话你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的课本 课程里面没有讲 但是那个作业部里面 我们有稍微有提到 复印机 对吧 而且还演示给你看的部分 我骂了之后在上面写字 对吧 复印机是利用静电原理 课本我们有提到的是 什么 喷气 汽车喷气 还有撒农药 还有一个什么空气净化机 所以这个考的 超出了这个课本的范围 但是是有在作业上面 答案是多 OK 第九题 第九题 孙明峰 这一题我已经忘记 它从哪里超出来了 不过我觉得好像很多 我特别爱这题 然后我也觉得很多老师 会吵这题来用 三个保力龙 任何两个靠近了 任何两个接靠近了 都会吸引 它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东西 一个带真电 一个带负电 一个不带电 你会发现到 我选这两个吸引 选这两个也吸引 选这两个也吸引 OK 所以你不可以 有两个带同样的电盒 一定会有排测的一个现象 对不对 OK 所以只有东西的这个情况 很好 第十题 第十题 许家阳 孙明峰不在 原来是你回答的 我没有看清楚 这个名字 孙明峰不在 真的不在 这样没办法了 郭汉森 第十题 将带真电盒的玻璃棒 这个是统测 第二次统测才考 现在我们拉到点中考 真电盒的玻璃棒 靠近泡沫球 它会有这种现象 如果我改优 橡胶棒靠近的话 你可以怎样判 哪一个判断是正确的 郭汉森 如果互相吸引 代表它是带真电 如果它互相吸引 代表它是不带电 如果它互相排测 就代表它是带真电 互相排测 代表它是带不带电 怎样分析这一题 郭汉森 郭汉森 新同学 我先介绍一下 我来分析一下 怎样看 这个泡沫 这个玻璃棒是带真电的 带真电 所以它会吸引的话 这个泡沫塑料 要么它是带负电 要么它就不带电 对吗 我们是有两种情况 是带 就是吸引的话 我们有两种判断方式 所以我不管怎样 带真电肯定错了 如果它不带电的话 这个橡胶棒靠近会怎样 如果它不带电 橡胶棒靠近 照理上它应该也是吸引 对不对 所以它如果也是吸引的话 它就是不带电的 所以答案是很好 非常好 这题 还蛮不错的一个题目 主要是这样 我们很 老师很爱考学生 知不知道 有不带电呢 会互相吸引的情况 每一次学生会忽略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个题很爱 很爱 就是老师很爱用这题 如果用塑料棒 它会互相排测 代表了它是带负电的 所以这边带正电错 不带电也错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OK 第11题 第11题好像是我们的课本题 ABCD是个带电体 它一定带电了 你不要跟我讲吸引 老师它可能不带电 没有 它一定带电了 OK A跟B会吸引 A跟C会排车 C跟D会吸引 我们现在已经确认的是 D是带正电的 请问C带什么电 A带什么 B 先B 我们来看一下 D跟C会吸引 所以C是带负电 A跟C会排车 A也是带负电 A跟B会吸引 我们的B就会带正电 所以A是负电 B是正电 C应该是负电 负真负答案是B 非常好 终于渐入佳境了 大家 黄俊宇 黄俊宇 下列四例中 不属于静电的现象是 所以你会看到 老师很爱出这题 不过是不一样不一样的情况 你大概自己要提起来 哪一个情况不算 黄俊宇 A 应该是吧 不属于 我们 进一进门 嗅到这个厨房飘来的 这个菜香 炒菜的香 这个应该是 我们叫做栗子的扩散作用 或者是日运动 都可以啊 有不同的讲法 其余的书头那个树子 会有很多灰尘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科本集吧 我印象中好像有讨论过吧 其实以前的那个 比较厚的 电视啦 他们其实是把那个电子 打在那个荧幕上面 所以才会 产生我们要看的东西 所以这个荧幕上呢 是很多 很多静电的 OK 所以这个电子 电视机的操作的时候呢 它的荧幕上有很多静电 所以很容易 吸引灰尘的 OK 非常好 第十四题 花冰 小恩用细线呢 把两个镀金的 金银小球悬挂 我们发现到 两个小球 排车 所以这两个小球 是 什么样的情况 吸 一定带了同种电盒 排车就一定 吸引就不一定 吸引就要放 两个可能性 OK 记起来这个就可以了 OK 非常好 谢谢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做答题的答案 好像只有一题罢了 我们来看一下 2018年的年终稿 出了一题 丝绸磨擦玻璃棒 请问丝绸和玻璃棒分别 看到分别 两个都要讲 分别带上什么电盒 虽然我叫你们背的时候 我们是背玻璃棒带正电 这样你就稍微的相反一下 丝绸就带负电盒 玻璃棒带正电盒 丝绸带负电盒 这里就有两分了 未必 不容老师放头 分不过 理论上来讲 问两个东西 应该是两分的 丝绸和玻璃棒相比 请问哪一个的 束缚电子能力比较强 总之带负电 那个就是束缚电子能力比较强 这样子的话 因为它获得电子 才会带负电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记忆的方式 负电 哪一个带负电 丝绸吧 所以丝绸的束缚电子能力比较强 他问你 你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 因为它带负电 代表它获得电子 所以它束缚电子能力就会比较强 就是这样子解释就可以了 C 他就问你新的一个东西了 丝绸磨擦 保鲜膜 然后丝绸磨擦的玻璃棒 和这个保鲜膜 靠近会互相吸引 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他们带了 不同种的电荷 就是玻璃棒是带震电 保鲜膜是带负电 这个说明了哪一个的 摩擦的时候 保鲜膜和 等一下 哪一个更容易失去电子 玻璃棒 玻璃棒跟丝绸磨擦 就会失去电子 反而这个保鲜膜会获得电子 代表整个的顺序来讲 束缚电子能力 最强的是保鲜膜 第二的是丝绸 第三的是玻璃棒 所以他问你哪一个更容易失去电子 那肯定就是玻璃棒了 可以理解啊 应该是不难啊 好 我们还有45分钟的时间 我们来看下一题 第九章我们就结束了 圆满结束 谢谢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的是 考卷 哪一份考卷呢 我这里给了你五份的 所以华文版的有三份 那英文版的有两份 英文版的这两份 好像不是所有题你们 不是所有的题目 都是你们这次的考试范围 所以你们挑选一下 这个我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再看 因为我还没有看过那个 哪一个章节 打哪一个章节 你们今天看2019吧 2019年的科学题 科学考学 科学年终考 OK 可以 我再拿 这个 我再拿 我再拿这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理论上来讲 他们会有50题的选择题 50分的问答题 50分的问答题里面有 30分的必答题 30的话呢 是6题 1题5分 6 5 3 4 选答题呢 他们会出3题 选2题 这个是根据同考的一个format 完完整整同考的format 不过这次的考试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会不好像是已经说时间减少 所以 时间减少 所以给你们比较少的题目 少的时间 OK 有考虑以前的哈 这个是密度的部分呢 OK 我们来看一下 到谁 OK 到指程 议题 这题很容易了 这个好像是同考题 抽出来的 从密度 从大到小 我们要大到小 OK 哪一个是答案 最大的密度 指程 这一题 密度 密度 大到小 世界一看到 铁块的密度 应该是最大的 所以答案直接 可以看到 是B了 OK 铁块到水 水到木块 木块才到保利龙 所以保利龙跟木块 怎样判断 其实 木块 成的比较深一点 保利龙会比较高一点 OK 当然他没有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选项 铁块 水 保利龙 木块 这个就会比较 很多学生就会在那里 斟酌 想老半天的 OK 第二题 邓玉神 空气中的水 在一定的条件 就会形成云 然后以雨水 或者是雪 降落到地面 降落到地面的水 如何再循环回空气中呢 我看一下那个时间 好像不太够了 我直接回答 今天我唱独角戏了 我直接讲完它 OK 所以有点 可能会比较无聊一点 不过会比较快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题 哪一个是会 极地的雪和冰会升华 这个是对的 然后这个湖啊 河啊 海啊 这个是液态 然后变气态的话 它是通过蒸发 植物呢 它是通过蒸腾作用也对 但是光合作用 记得啊 光合作用是把这个水用掉的 所以它就不是水循环 然后回去 因为它会把这个水呢 转换去葡萄糖的 所以这题来讲 应该是123C OK 我记得我已经是 把它 把这份考题的所有的题目 已经分去 分章节的 把它变去 不同的章节的 所以其实你们已经是 已经是讲过了的了 只是重看一下 refresh一下你们的 你们的那个 知识这样子 OK 所以自然 自然水中呢 还有很多的杂质 然后我们就要通过进化 才可以安全饮用 哪一个是正确的 绿器是哪来消毒杀菌 这个是对的 绿器就是我们的 我们叫chlorine chlorine 活性碳的话 孙明峰现在还进来的 活性碳其实是去除异味罢了 大家记得 活性碳它只是去除异味 网卡 所以应该是 第二的应该是错了 过滤法呢 是将沉 悬浮物呢 把它分离出来 这个对的 然后沉淀法呢 是把密度比水来的大的 就沉到水底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C 我写一下 这里是 活 去除异味 去除 异味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是色素 它还可以吸收一些色素 就是有颜色的话呢 它也会去掉 OK 再来看一下第四题 哪一个的溶解度呢 受温度变化影响最小 就是说它最平坦的 最平坦 在这边 NACL是我们典型的 就是相当缓身型的 我们叫缓身型 所以答案应该是A 当然你会看到其他的选项的话呢 还是有一些比较平缓的 但是它不会在选项里面 像这个什么 CE2 SO4 这个它就没有放在选项里面 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 看看开始是 很大变化 但是后面是很平 所以这个就有点争议性了 对不对 OK NACL是我们典型是讲 它是缓身型的 OK 第五题 我们来看一下可能要计算了 100g的 98度 98%的浓硫酸 加入360g的水里面 所以原本呢 它是98g的溶质 对不对 现在它加了这个水390g 也就是说 它会变成了490g的溶液质量 所以新的这个浓度会怎样 也就是说它加水稀释 简单来讲就是加水稀释的 这个月碱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是 会月掉变成2除以10 变成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再乘100% 应该是20% 所以这几答案应该是 BOY的 可以吗 还记得浓度的方程式吗 浓 我们讲质量百分比浓度 等于溶质质量 除以溶液质量 溶液质量相等于什么 溶液质量相等于溶质质量 加溶液质量 OK 然后再乘100% 明白 第六题 在室温下 120 125g的 我看一下 20%的盐水 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盐水是混合物 对 盐的质量是25g 是吗 乘以下 50% 而20%是五分之一 好像是25g 对 应该对 水的质量是125 盐的质量是25 水应该是100 水应该是100 那食盐的溶解度 是不是25g 比100 1000 我们通常溶解度 应该是不会比1000 通常是比100 即使他给100也好 他也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有讲 这个是饱和溶液吗 我没有啊 所以如果他还没有饱和的话 他又怎么讲 他是溶解度 所以这几答案应该是A OK 你的网卡 我没有办法修 我刚才也是修了 我刚才刚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卡了很久 我站 我就是结果是做靠近这个 这个软件的地方 没办法了 要以正义 OK 但是如果是你的软件本身的问题 也救不到你 还是你的package太低了 还是什么 OK 第七题 体积为50m3的液体 其质量是120g 那请问如果100cm3的同样的液体 它的密度是多少 我们其实不用理它 它的这个100cm3的时候的 我们只需要算它50cm3的时候 它的密度是多少 你体积变多的话呢 它质量也是会变多 密度应该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算之前的一个就可以了 120除以50的话 0可以约掉 520 540 应该是2.4 这边如果你去全2.4 你就死了 为什么 因为2.4的是gm3 要换取kg per m3的话 你就要补3个0 就会变成2400 所以答案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C OK 所以它陷阱呢 你会看到每次就是在 你要注意它的单位了 好 第八题 下来哪一个溶液呢 用激光啊 会有这个光路的 这个是我们叫丁达尔效应 丁达尔效应呢 就是胶体溶液 胶体溶液来讲呢 是蛋白质的溶液 好像是最恰当了 蛋白质溶液是最恰当的 当然你讲牛奶 老师牛奶里面有这个 蛋白质溶液 但是因为牛奶 它里面还有脂肪啊等等的 我们是叫它乳酌液 所以它不是属于胶体溶液 但是那个什么 豆奶就算了 豆奶就算胶体溶液 OK 所以因为它是蛋白质溶液 还有通常豆奶 我们也是属于蛋白质溶液 所以是胶体溶液 牛奶就是乳酌液 因为它有脂肪在里面的关系 第九题 明达在游乐园呢 他沾了这个黄色 蛋黄酱的热狗 然后不小心弄到这个衣服 所以我要把这个油脂去掉的话 哪一个不是好方法 因为它用除了 OK 那用肥皂水 这个是我们最典型用的了 因为肥皂水呢 它可以把油性的东西跟水融合起来 所以用肥皂水是 的确是一个好的方法 用生物酶是什么 生物酶其实是可以把东西消化掉 生物把大颗粒的油脂 它会把它变成小颗粒 变成小颗粒之后呢 它就会更容易的融在水里面 所以这个生物酶也是一个方法 如果是用有机溶剂呢 什么是有机溶剂 因为我们的东西可以融在水 它就没有办法融在油 它可以融在油了 它就不可以融在水 有机溶剂呢 就有点像油这样子 所以它用油去洗你的衣服 类似这样子的意思了 不过它不是用真的我们的石油 它是用我们叫做有机溶剂 它不同名称 它其实也是不同的东西来的 它不是油 但是它是油性的 就是可以把油融在里面的 说这些答案应该是东西 你不能用一支用大量的水的 因为它没有办法融在水 它就是没有办法清掉 所以在这边你用很多很多水 你只是浪费水罢了 你一定要加肥皂 或者加这几个 用这三个都可以 用水就不行 OK可以理解 再来看第十题 托里财力的装置 哪一个是正确的 我们的这个H 不管你的内径 比较大 还是什么 怎样的情况 它的H 照理上是一样高的 除非 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 它的这里不是真空 它混了一些空气进去的话 这样它的这个高度就会降低 所以在这边 它且不变又不对了 因为混进空气的话 就会降低 OK 所以其余的 什么内径变大了 这个应该是不变的 不变的 然后如果是倒了水银进去 然后倒进更多水银也好 也是不变的 所以这题来讲正确应该是C 如果你倾倒的话 它的高度是不变 但是因为你 你看啊 我们这样子倒过来 的话 它的高度不变 那请问 它的这个 这个就变成长度了 对不对 我们讲说 这里有一个 必识定理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必识定理 斜边肯定是 比直脚边来的长 所以这个L 这个 这个打斜的高度来讲呢 是变长的 只是它的H呢 是不变的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C 明白 可以啊 没有太复杂 但是你会看到 要进行分析 物理题就是这样子 东西其实不难 就是你 你理解了 过后呢 东西很少 就是那几个 但是每一题呢 你就要进行分析 要去理解 要去消化 好 第四一题 主要是这样子啦 它原本是 8cmQ的这个体积的这个空气 现在呢 它就放了玻璃罩 然后抽空气 抽掉那个外面的空气 就是原本一个大气压 它就是8cmQ 如果你抽掉空气 就是外面的气压降低的话 它应该是往右边推的 往右边推 它就会大于8cmQ 对吗 所以这个题答案呢 就会是boy了 明白 理论很简单的 至于它会大多少的 这个就要看你抽气抽多少了 这个我们还没有办法打你 但是我们确定的是 只要你一抽气 这样它就会大过8cmQ OK 第十二题 如图所示 完全相同的两个容器 P和Q 质量相等 一个是酒精 一个是水 质量相同的话呢 因为它的密度不一样 酒精是0.8 水是1 所以密度比较高的话呢 它的页面就会比较 矮了 所以明显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Q是水 P是酒精 明白 OK 所以我们这样 再来看哪一个的叙述是正确的 两个的 底部收到的压力 相同 因为它一讲压力的话 压力就是看重量 重量 因为它的质量相同 理论上来讲 这个应该是一样的 OK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 P和Q的这个容器底部 但是他问压强的话 我们压强看什么 我们压强看的是 物体的密 物体的密度 物体的密度 就是液体的密度 还有液体的这个深度 对吧 所以在这一边呢 这个密度又比较低 深度又比较高 混起来来讲 理论上来讲 应该会是 感觉上相同的 我想一下 好像是相同 好像是相同 因为它横劫面积一样 压力一样的话 横劫面积一样 理论上来讲 压强应该也是一样 所以B的话呢 它讲这个P比较大是错的 好 再看一下P P是水 Q是酒精 我第一步的就判断出来 是倒转的 所以这个也是错 然后离页面 同样的深度的话 我们的压强跟什么有关 压强是跟Rho G H 跟深度有关 跟这个 地形引力 所以地形引力是一样的 深度一样的情况 那液体的密度越大 它的这个压强就越大 所以Q是水密度比较大 理论上来讲 B应该是会比较高一点 OK 这题 相当 我觉得有难度 有难度 所以这题的答案应该是A OK 有难度 好 再看一下第13题 池底的这个鱼冒出气泡 然后这个表面会有这个厚厚的冰 上升的过程呢 你会看到会越来越大的 这个应该是正确 然后这个压强的变化应该是越来越小的 因为页面的压强比较小 变化 等等 由此变化是因为气泡内的压强越来越小 还是因为水对气泡的压强越来越小 当然是比较像是第三的这个情况 水化为冰后 密度反常变小 小于水 所以它浮于页面 这一题来讲 我觉得它的答案应该是C 但是其实气泡有这个小到大的现象 虽然这个不是它的原因 原因是因为液体的压强 但是它气体压强 其实为了要跟外面的压强balance 所以它的里面的气泡 其实也是越来越小 所以它这个第二其实也没有完全的错 所以这题其实是有一点点争议性 不过选最好的答案 当然作为老师我会选C 所以这个你们自己要接上 第十四题 禁与一家 他们去进马轮玩 然后在平地的时候 打开过的水瓶 需要上面鼓起来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气压的关系 高原的气压变小 应该就不用看了 答案直接是东西 对吧 高原气压变小 使到里面的气压 大过外面往外推 所以答案直接是东西了 OK 简单 第十五题 这个很长的一个故事 主要它其实是讲说 它看到有白雾 白色的雾 是吗 看到白雾 然后看到白雾了之后呢 这一个不懂是谁 过香 它就讲说 前面的烟埋好重 这个杨过就笑了 这个不是烟埋 为什么 因为它是白色的 原因 为什么它会这么说呢 是因为白雾呢 是 A跟B 你可以看到 好像很像 差在哪里 差在一个叫凝结 一个是叫凝花 所以正确的应该是哪一个 正确的应该是 凝结成小水滴 不是凝花 凝花是变成孤胎去 小水滴是叶化 所以是用凝结的 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雾是因为冷 寒冷 水气在空气中凝结 变成小水滴 所以它会是白色雾 所以你会看到 只要是白色的雾 白色的烟 我们都是水蒸气 叶化成小水滴的 所以包括干冰 要记得 我忘记了 其实讨论过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干冰为什么会有白色的雾出来 很多学生就会讲说 哦 因为干冰生花变成二氧化碳 不对的 白色的雾主要是因为 这个生花的时候 它会吸热 然后水蒸气遇到冷 遇冷了 它就会液化成小水滴 所以你会看到白色的雾 全部都是水蒸气 液化成小水滴 被造成的 注意啊 好 第16题 又是一大段的一个故事 主要是这样子 那个飞机 这个 这个叫什么 飞机师 他就看到了一群的候鸟 然后他就讲 命令 就是救命啊 救命啊 这样的意思 但是就坠落了 主要他就讲说 这样他是在哪一个层发生意外啊 到底是对流程还是平流程啊 所以很多学生就讲 在平流程嘛 我们的飞机都是在飞 飞在平流程上面的嘛 这个答案就是A 但是你要这样看 我们是从对流程那里飞飞飞飞飞上去的 他会不会是在对流程那里就遇到这些鸟 好像是 答案正确的答案应该是C 我们的鸟哦 没有办法飞这样高啊 Mayday是救命的意思 不是你们的五月天啊 很多人讲Mayday不是五月天呢 Mayday这个词 不懂是法语还是什么 它代表了救命的意思 所以每一次 你不懂为什么这个飞机师 他们就是用这个语言 他们都是叫Mayday的 就是救命啊 有出问题了啊 等等的 冷知识嘛 这个是冷知识嘛 OK 第十七题 下列 各项不属于利用大气压实力的是哪一个 好像讨论过很多次 一而再再而三 要告诉大家注意啊 不要看到注射器就很开心的 就觉得说应该跟气压有关注射器有两种操作方式 如果你把药品给吸上来 这个是跟大气压有关 但是它注射在你的肌肉 它用什么推力啊 它用什么推力啊 用它的手的推力啊 对吧 所以注射进去肌肉啊 跟大气压强是没有关系的 这一题答案是Boy OK 马德宝饭球有 这个只是塑料挂一钩 这个其实它要讲的是那个锡盘的挂一钩 出题老师不够细细啊 要用这个锁盘挂一钩才比较正确一点 OK 第十八题很典型 每一次都会出一级这样子的一个计算机 OK 摩登的 摩登的 杜拜的摩天大楼 它造了828m 所以它的当地的大气压强是1乘10的5次方的话 请问它的塔顶的大气压强大概是多少 所以我看一下这个白板来教一下你们的计算 对我来一年都讨论不完啊 好新哦 OK 所以这题啊 828 828我们就要除以12了 对不对 除以12的话 我们可以用月减的一个方式 除以2得到6 除以2是414 然后再除以23 再除以2是207 然后再除以3的话呢 3 638 9327 所以是69 所以我们69就要乘133 就会得到它降低了多 Pascal so 133乘69 9327 9327 2829 9011 197 638 638 19 67 精卫啊 所以加起来是 77 178 9 9177 然后再来10的 5次方 减9177 减啊 不是加啊 很多学生啊 算到9177 然后就加起来 没有啊 还好 他的选招没有 如果有选项 有选 很多学生会很开心的去选 9-7 9-7 得到2 9-1 得到8 9-9 得到0 这里剩下9 90823 应该是吧 应该不是80823 我没有算错 我嘴巴就是算错啊 应该是90823吧 OK 大概是这样子算的 有什么算错 你自己去修改一下 好 第19题 国华 什么事业草 这个应该是烤种子蒙发吧 然后他用室温的水去清洗 浸泡8个小时 撒在密封的苗盘 然后就不会直接晒到太阳 然后又浇水 但是他没有蒙发 请问你觉得应该要修正哪一个部分呢 应该要修正这个密封的部分吧 你密封的话呢 你的空气啊 就没有办法提供 就是需要提供的 氧气嘛 所以应该要把它放在通风的苗盆上 很多学生会讲说 哎 老师没有晒太阳 我应该要拿去晒太阳 种子蒙发不需要晒太阳 它都没有叶子 不要以为它是事业草 它就一定有草 一定有叶子 它还是种子的一个状态 种子啊 OK 种子没有叶子没有叶子就不需要进行光合作用 需要阳光吗 不用不用 OK 我要很像那个卖鱼歌这样 不用 OK 记起来 OK 第二十题 PQRs PQRs 然后哪一个配对是正确的 P 它指的是最上端 应该就是我们的那个 不是我们 是那个花的柱头了 对不对 Q的话呢 这些应该就是花药了 花药和花丝 这个应该是指花药了 R应该是我们的花瓣呢 不是我们的花的 S是脂肪吧 所以我们看一下 P是接受花粉粒 并在此 受精 没有受精 要去到下面才受精 不是在此受精 OK 所以它错在后面了 应该是错在后面了 然后Q 它讲是 产生熊配子和磁配子 磁配子没有 熊配子罢了 OK R是保护花的内部构造 好像对了 S是受精过后 完成的话 就会发展成果实 是的 所以答案是3跟4 OK 所以这个题 其实就是 是不是低 对对对 所以这题 其实就是要你辨认 那个错误的地方 OK 好 第21题 哪一个结构 会体积明显减少 这个是玉米 它的提供养料的部分 就会迅速的减小 提供养料的部分 就是在 比 这个是配乳 OK 所以答案是比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二题 我们来进电 毛皮摩擦的香蕉棒 香蕉棒应该是带负电的 它有写 有时候会给 有时候不会给 所以最好是背起来 这是由于香蕉棒上面的 获得了多余的电子 获得了多余的电子 当然是东西 OK 你不能讲 它创造负电盒 一看到创造 你直接可以 不用理它 震电盒转移 你直接可以 看到它 拜拜 毛皮 束缚电子 连续比较强 它又怎么会带震电呢 对不对 一个震 一个负的 OK 所以这题 就是这样子来判断的 对不对 明白 可以 水分吸引 水分的吸收 主要在哪里 主要在根毛区 第一个区域 根毛很多 这样你的接触水 那个面积就会增加 所以它才可以 吸收很多很多很多的水 所以在根毛区 哪一个结构可以协助它 把种子散播到各处 这个看起来像是水果之类的东西吧 香甜的果肉呢 就是吸引了动物 帮它把种子传播到外面 所以主要是这个 DONKEY的这个结构 帮助的 OK 25题 这个是 这个要注意 这个很坑人的 这个表意 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我们来看一下 0度 25度 28度 跟60度 温度不一样 水分 好像又不一样 少量多 这个结果 一个不蒙发 一个蒙发 一个不蒙发 如果是 这个是超中性变数 这个是 反应性变数 结果通常是反应性变数 这样水分是什么 也是超中 我们可以不可以有两个超中性变数的 不行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做出结论的 我们的实验里面呢 只能有一个超中性变数 其实这个也不是很对的 什么变数超过一个 你应该讲超中性变数多过一个 你可以有不固定性变数 可以有很多个 所以在这边水分要固定它 你就可以折出结论来的 OK 这个有翅膀 感觉上是用锋利 来传播的 所以哪一种 是锋利的 骨弓银 也只是水利 凤鲜花是 自动弹射 石榴是靠动物 就有人 有动物吃它 所以这题 我觉得OK 这题不错了 只是它 有两个层次 你首先你要分析这个图 它是用什么利 来 以什么媒介来传播它的种子 然后再分析你的选项 哪一个是跟它一样的 27题 在开花前 桃花甲的雄蕊去掉了 桃花以的 一个雄蕊去掉 一个是雄蕊去掉 一个是不做处理 然后三个都有套上 这个透明的塑料袋 结果呢 应该是不做处理的 那个会结果 其他的都不行 对吧 OK 这题好像都是出过了 好 几次 第二十八题 下列哪一个构造的树木呢 是决定一个果实里面的种子的树木 胚株 种子是由胚株 造成的 对吗 当然这个我好像记得讲说 有一些争议 因为胚株未必会变成种子 它一定要收金才会 所以它花坟栗的数量 好像也是有 也是有 那个决定的一个 所以应该是这两个东西 同时决定了 因为看它可以 收金了多少 OK Anyway 但是这题的答案是A OK 第九题 哪一个是造成温氏效应 温氏效应是二氧化碳 OK 造成酸雨的是哪一个呢 二氧化硫 三氧化硫 二氧化硫 都有 除了这个氮气 绿色的能源呢 是我们的理想能源 因为 它不会污染 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它可更新 源源不绝 第三十二题 哪一个是大气层的重要性 应该是要选一个不对的 对吗 大气层就有氧气 可以提供我们呼吸 对 大气层可以过滤 这个紫外线 所以免受伤害 应该是在讲 那个臭氧层 也对 有助于调节它的温度 使它的水 能够以液态的形式存在 这个好像也对 臭氧层挡住热能 使它不会升高 这个错了 对吧 这个不是挡住它的热能 而是挡住它的紫外线而已 所以答案应该是A OK 第三十三题 烟霉来袭 应该是要采取怎样的一个方法 才是正确的呢 节约用水多点 喝水 带N95 全天把自己关在房间 这个好像不是很健康 虽然我们现在 现在这个我们都讲 尽量的待在家里了 不过这个情况不一样了 OK 第三十四题 人体的胰脏所涉及 我们胰脏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消化食物 另外一个是调节血糖 因为它有胰岛素 所以这题的答案应该是A 调节体温比较多 是肝脏的功能 肝脏会提供比较多的 这个产热会比较多一点 OK 维持水分的话 比较像肾脏 像肾脏 第三十五题 被恶犬追 我们的肾脏腺素就会加剧 心跳加快 脸红耳赤 这些都是肾脏腺素 以下的选项的技术来 特 sorry 再念过 以下都是技术的特征 除了哪一个 我们的血液里面的含量是极少的 就是技术它只是很少罢了的 带出来的作用是很显著的 效果也是很持久的 它是除了这个 C 它不是通过导管的 导管的是 技术的是叫内分泌 内分泌的才叫技术 外分泌的通过导管的 这个就不是技术了 OK 所以只有C是错误的 用户选题又选错 这个也是我炮轰的一个题目 第三十七题 还记得吗 刚才我们刚刚讨论的 电视屏幕的会 因为它会带金电 所以它很容易吸附这个灰尘 成人它的甲状腺技术 会过多 它会有怎样的一个问题 除了甲状腺技术 过量 应该会食欲大增 所以食量减少 这个反而是甲状腺减少 甲状腺减少 胰岛素分泌过少 就会有糖尿病 巨人症是生长素 枝端肥窄肾也是生长素 然后这个是甲状腺 肿的话是甲状腺素 通常是不足的一个情况 第四题 反射弧 哪一个是正确的 我们好像有讨论过了 对吗 应该是答案应该是X 是将神经冲动传到脊髓的 这个是传入神经元 第四十一题 一公升的眼泪 那个小姐她夹不到菜 发音又能力又下降 然后 智力是不受影响的 这个明显你的大脑是没有问题 然后又可以呼吸 又可以 还可以活的 所以脑干又没有问题 所以她剩下的是 小脑出现问题 因为平衡不到 走路好像 不稳这样子 还有这个脊髓那边 可能也是有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答案应该是AE 喝醉酒的时候 不要很多学生就会一看到喝醉酒的时候 小脑直觉圈D 你要看清楚她的这个现象是什么 如果说话含糊不清 掌管说话的还是我们的大脑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A 注意啊 很多人中这个陷阱 再来43题 她车祸过后 她还有呼吸心跳 这个代表她的脑干没有问题了 OK 然后Y的这个是传出神经元 传出神经元出了问题的话 她是会有感觉 但是她不能运动了 有感觉不能运动了 这个是好几次 然后第五的 哪一个是正确的 神经系统是迅速的 内分泌是比较缓慢的 神经系统是比较小的 内分泌系统影响的是 范围会比较广 再来的就是 神经系统是由兴奋 这个技术是由这个血液 所以答案应该是1跟2 OK 然后哪一个是反射现象呢 只要你看到有鱿鱼的 它就不是了 对吧 它有想过了 它有思考了 所以123呢 才是反射 这个好像上一回都讨论过了 哪一个是传递神经冲动的 这个细胞 答案是B 这个就是神经元 细胞 哪一个是特点是让它 传导兴奋 神经元 我们看一下神经元 速度比较短分子比较多 好像对 周度比较长 而细 这个好像也对 神经冲动的传递方向呢 都是单一方向的 这个好像也对 它的神经冲动 犹如电流一样大 家庭电流 没有没有没有 这么大 这么大的话呢 我们身体应该要一个发电站来提供了 对答案应该是东西 很小的电流 第四十九啊 我们处于高温的时候呢 我们的血管会舒张 让血流量增加 血流量增加 有 汗液会增加 有 OK 跑到冷气房 这个不是我们的自然 身体内自然的一个散热的 这个机制来的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二和三 应该没有人选这个吧 二三是这么搞笑 OK 第五十题 最后一题了 以下选项都是内环境稳定的重要性 除了 除了东西 这个好像也是上个礼拜讨论过 允许更多的白细胞发挥其功能 并把入侵的这个病 病原菌一举千灭 这个好像不是保持内环境的一个 的一个重要性来的 OK 好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下个礼拜讨论Science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我们就讨论这个简单题的部分 OK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礼拜论Science 我们下个礼拜论Science 我们下个礼拜论Science